喀标真儿每年的这个时候呢 都有一些新买了意识咖啡机的小伙伴 想要自己在家里边制作咖啡 那今天呢我就想把我自己设定成一个从来没有做过咖啡的新手 当我自己拿到一台咖啡机的时候 那怎么样能够一步一步的上手制作做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咖啡 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咖啡的老手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视频了 首先呢我来讲一讲我自己把台的一些器具的分布 那首先这是一个压粉店 它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在压粉的时候呢 首先有一个保护桌面的作用 同时呢能够让咖啡的手柄和粉锤在压粉的时候呢 保持更加的平整 那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再加一个布粉器 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让这个粉压粉之前呢 让它在粉碗里边有一个均匀的分布 然后再用压粉器来填压 这个粉锤呢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能够把咖啡粉在粉碗里边压平压实 那另外我这个粉锤呢它是58.4的一个直径的粉锤 它跟粉碗这个贴合度还会更加的贴合一些 这个粉锤呢它是58的 所以说呢它在压粉的时候周边会有一点点的缝隙 那在压完粉之后呢周边会有一圈的残粉 它的不同的这个直径还是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 摩托机的这个区域呢最好还是要再配一个这个毛刷 因为有很多这种我压完粉之后的这种细粉 就可以把它给刷干净 粉渣桶呢这个粉渣桶呢就是我们制作完成的咖啡了之后呢 我们专门来用这个手柄来敲粉渣的 它是有一个缓冲的 刚好敲了之后整个粉渣全都会落到这个粉桶里边 做完咖啡之后的这个粉饼收集起来就非常的方便 很好做后期的清理 然后粉渣桶呢我也是套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这样的话我们敲完了这个粉渣更方便去收集 那这个粉渣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扔掉 你也可以用它做肥料养一些花花草草啊 晒干了之后用作家里边吸异味的一些东西 也可以重复利用一下 那另外呢我的这个磨豆机旁边 还专门配了一个磨豆机的抹布 那这个抹布呢是专门为了放在磨豆机的旁边 让所有的一些残粉或者是非粉 在下落的时候呢刚好落在抹布的上边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垫一个这个接粉的抹布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我这个里边就有很多这个细粉残粉对吧 那这个残粉呢我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到这个粉渣盒里边 这样就很方便做后期的清洁 所以这个地方垫一块棕色的抹布非常非常的实用 粉锤也可以放在上面 那这条抹布呢最好是使用棕色的抹布 面积稍微大一点厚一点 这样我们在清理咖啡的干的残粉的时候呢非常方便 另外呢我吧台旁边还配了一个电子秤 那这个电子秤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在研磨完咖啡粉 我来称咖啡粉的重量那在做咖啡的时候呢 同样我也可以用它来称咖啡液的重量 咖啡液的绿水盘上面呢 我会专门放一个绿水盘的抹布 来方便每次在制作咖啡完之后呢 来做绿水盘的一个清洁 同时呢在蒸汽的旁边还有一个蒸汽的抹布 那这个抹布呢是要保持湿润 每次呢在打奶泡之前和之后呢 都可以用这个湿的抹布来对蒸汽棒来进行清洁 那这个抹布呢最好是选用白色的湿润的 能够和咖啡机的这个绿水盘有一个区分 那另外呢我的咖啡机的旁边呢 会放一些打奶缸拉花缸 那其中它有不同的容量 这两个是用来打发奶泡用的 因为它是比较小的 小容量的的话比较适合来打发牛奶 这边的这些呢是600毫升的 有700毫升的 它这几个呢是适合用来做不同的杯量大小的拉花的 小的可以用来打发奶泡 大的可以用来制作拉花 当然像这些大的拉花缸呢 它也可以打奶泡 如果你用的杯量比较大 就比如外带杯的纸杯 那你打发奶泡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种大容量的打发奶泡 然后再制作拉花 那接下来这边是我的磨豆机 那磨豆机呢 我们通常用易式咖啡的话呢 我们需要用到易式咖啡的磨豆机 易式的磨豆机在研磨咖啡粉的时候 它需要研磨的特别的细 是属于极细的研磨 像旁边的这台小的磨豆机呢 它是属于单品的磨豆机 当我们制作手冲的时候 可以用这种单品磨豆机来制作手冲 那它研磨的区间呢 会相对来说更粗一些 制作手冲的咖啡会比较方便 那接下来呢 这台呢就是属于半自动的易式咖啡机 半自动易式咖啡机和全自动的易式咖啡机 它在外观上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半自动咖啡机呢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咖啡的手柄的 全自动的咖啡机呢 它是在机器的内部会有一个装咖啡粉的粉碗 它在自动抹粉填压完成了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萃取 所以说从工作原理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通常制作一杯浓缩咖啡 也就是espresso 需要用到的步骤就是先磨豆填压萃取 半自动咖啡机的这三个步骤 都是需要通过我们人工来完成的 而全自动咖啡机呢 则是全部通过机器来自动完成的 那接下来我来讲讲什么是易式咖啡 那通常我们来说就是用高温高压萃取出来的 叫易式咖啡 所以说呢就比如像全自动咖啡机 半自动咖啡机 胶囊机 或者是flare的手压机 甚至是摩卡壶呢 这些方式呢都是属于高温高压的制作方式 那我们店里边看到的那些菜单 拿铁cappuccino 美式fly white dirty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易式咖啡 那有人问 那这个美式咖啡怎么也是易式咖啡啊 那易式咖啡是相当于一个大马的品类 而美式咖啡则是属于易式咖啡品类里边的一个品名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想要做好一杯espresso 易式咖啡 接下来的这些因素 你们一定要了解清楚 这个呢是易式咖啡机的手柄 那目前呢有53毫米和58毫米比较常见 那我的这个呢是58毫米 那53毫米呢通常是一些入门的家用咖啡机 粉量呢能装到16克左右 那大部分呢是属于这种商用的58毫米的粉量能装到18克左右 粉量呢可以根据咖啡豆的不同 以及烘焙度的不同上下可以浮动1到2克左右 那另外粉的粗细度也非常重要 那我把适用的不同的粉的粗细度拍了一个细节的特写的照片 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所以如果你发现那粉碗里边放了合适量的咖啡粉了之后 但是流出来的咖啡液体太慢或者是太快 那么都可以通过研磨度的粗细达到一个合适的流速 那就如果你发现你的流速很慢 那刚开始呢是一滴一滴一滴的滴下来的 那就说明你的粉碗里边的粉太细了 导致了里边太拥挤 那像这个呢就说明它的流速太慢太慢了 我刚才萃取了30秒才萃取出来了这么一点点的咖啡的液体 你这个手柄里边你看是有一些脆焦了的这种状态的话呢 那就说明你的这个粉太细了 那它的流速就会很慢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咖啡粉的颗粒研磨的粗一些 让粉碗里边呢适当的宽松一点 那水通过它的这个流速就会变快 从而达到一个合适的流速 那如果你发现流速太快哗啦啦的就流出来了 那就可以通过把研磨的咖啡粉变细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流速 你看像这个的话呢它流速太快了 我刚才也就萃取了15秒左右 就已经萃取出来大半杯了 我们很直观的就能看出来它这个流速太快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把研磨度调的细一些 让它流速变得再慢一点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适的流速 那做咖啡的人肯定会通过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来观察它的流速是否是一个合适的流速 但是对于一个刚拿到一台咖啡机的人来说 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数据的参考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8台的电子称 通过称重的方式呢来作为参考 我们从按下咖啡萃取键的那一瞬间开始计算25秒 那上下呢也可以浮动3秒 萃取出来的咖啡粉1.5到2倍之间的咖啡液体 那就比如我用18克的咖啡粉 咖啡液体的刻重呢 我就在27到36克之间 有了这些数据的参考之后 那你就能够跟着这个节奏 慢慢的制作出来一杯合格的Sepresso 意识浓缩 像这个浓缩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萃取的时间 你看就是我刚才用了25秒左右萃取出来了大概33克左右的这样的咖啡的液体 它的粘稠度也是非常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咖啡机的蒸汽系统 这个叫蒸汽棒 它是用来加热牛奶的同时呢 大发奶泡用的 这个蒸汽呢 就是我们平时热水烧沸了之后呢 冒出来的那个蒸汽 那只不过这个蒸汽棒里边 它是高温带有压力的蒸汽 大概呢有1到1.5瓣之间 所以说打开了之后呢 蒸汽呢 它会持续不断的喷出来 通过蒸汽的强度和温度 把牛奶呢加热 同时打发成奶泡 那如果有想要了解打发奶泡的 那我们频道的初期就做了一个很系统的打奶泡的教程 那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那另外咖啡机的存放废水的滤水盘 那这里边的废水啊 它是有一些冲煮头留下来的咖啡渣的 清洁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把它倒到马桶里边 不会影响到家里边下水道的拥堵 另外呢最后就是我们这个冲煮头这个地方呢 也需要经常的去用抹布给它擦一擦 因为它里边也是有一些咖啡粉的 拿一个专门的抹布做一做清洁 当然也可以一周左右用一些咖啡的药粉 给它来清洁一下 那另外呢我们这个手柄啊 如果要是做咖啡用太久的话 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取出来 你看这个里边呢是萃取时间太久了 那用了太久了之后呢 它里边全都是一些咖啡籽 它已经变成黑色的了 粉碗它也是很黑的对吧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咖啡的药粉 那这些药粉呢 它是专门做咖啡的清洁的 我们用一勺 然后呢把它放在这个手柄里边 我们用烧开的热水 让它浸泡 浸泡的时间呢 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再把它拿出来 泡了一段时间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它基本上就里边就干净了 然后呢再用我们的这个抹布给它擦一下 OK那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的内容 那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刚买了咖啡机 还不知道怎么样下手的人 那最后咖啡子呢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